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脱下面具建立好关系 网络上有一篇故事说到 从前有个孩子既懒惰 又爱撒谎 让他的父母非常的头痛 有一天呢 孩子吵着跟妈妈要新鞋子给他穿 妈妈觉得 这是个让孩子改掉 说谎坏习惯的好时机啊 便对儿子说 只要你帮妈妈去晒稻谷 并且改掉撒谎的坏习惯 我马上就做一双新鞋给你 孩子说没问题 我等等就出去晒稻谷 而且我一定会改掉 说谎的坏习惯的 说完了之后呢 他便跑出门去晒稻谷了 到了晚上 孩子从稻谷厂回来 向妈妈讨新鞋穿 妈妈摇摇头说 你明天再去晒一次稻谷 隔天呢 孩子一样一大早就出门 直到晚上才回家 没想到 妈妈要他再等一天 到了第三天 孩子回家后 发现鞋子仍然还没有做好 便大巴雷霆地说 我已经晒了三天的稻谷 鞋子还是没有做好 妈妈你才是说谎 见到孩子的反应 妈妈感慨地说 孩子 妈妈从来不会骗你 倒是你还是没有改掉 说谎的坏习惯了 我知道你这三天 根本没有去晒谷场 因为我做好的鞋子 早就放在谷堆里了 你若一动手 马上就可以看见新鞋 孩子啊 说谎已经成为你的一种习惯了 这样以后 妈妈怎么敢委托你 去做更大的事呢 听完妈妈说的话之后 孩子十分羞愧地走到赛谷场 将新鞋从谷堆中挖出 并下定决心 一定要改掉说谎的坏习惯 亲爱的朋友 诚实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 是人与人之间彼此信任的原因 夫妻 亲子 朋友 等各种人际关系之间 若没有彼此信赖 就无法建立稳固的关系 就如同故事中的那对拇指一样 其实说谎的心事很多 一切不实际 夸大 作假 戴面具 心口不一等等 都可以称为是谎言 尤其在社群媒体盛行时代 我们常常不敢真实地与别人彼此交流 好像我们早已习惯将自己包裹在面具底下 让自己活在虚假的里面 但呢 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灵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们要弃绝谎言呢 是因为我们互为肢体 上帝要我们彼此相爱 肢体间要彼此扶持 彼此相顾 所以 如果我们用谎言彼此相待 就失去了互相信任的关系 真诚互信的基础就会被破坏 因而留下怀疑 虚假和不信任 表面上我们好像是彼此相爱 但这个爱非常脆弱 无法有真实的关系 亲爱的朋友 肢体彼此是因为爱而互相连结 因信任而彼此合一 因此 我们如果要与他人建立真实的关系 就要有一个爱人如己的心 弃绝一切的谎言和虚假 今天 上帝要来鼓励你 即使现在的环境依然充满着谎言 但你可以不被环境所影响 相信了 当你用真诚去对待他人时 上帝必要让人看见你的不同 你将赢得许多人的信任 连结许多美好的关系 并且带下属天的影响力 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ZGO直播 欢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